在我们所生存的这片蔚蓝色星球上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物 人们根据形态功能等各种差异将生物圈中的生物 划分为动物植物微生物三大类 各种生物以一种和谐的方式生存在生物界中 然而地球的面积是广大的 在地球上还有很多尚未被人们所熟知的生物 甚至于还有很多种生物并没有被人类发现 人类所了解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在近年来人们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种 它普遍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然而人们却无法确定它的身份 因为它光是性别就有720种 大家好这里是高能知识院我是院长 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啦 对自然界的不断研究 让科学家们发现了很多动物的不同之处 它们似乎已经跳脱出了六界之外 并不属于任何生物的类型 在它们的身上还存在着很多的秘密 在法国巴黎动物园当中所发现的这种生物 它不仅拥有着强大的自愈能力 还拥有着720多种性别 这种生物的出现极大的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兴趣 甚至还被认为是来自于太空的生物 上演了现实版的毒液 那么它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呢 这种720个性别的生物叫做多头绒包菌 俗命叫做粘液霉菌 其实它属于单细胞生物 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在地球上已经有超过11年的历史了 1937年 一位德克萨斯州的女性第一次发现了它 随后进行了相关的报道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生物突然死亡 也让这一事件不了了之了 人们也逐渐地淡忘了这种生物的存在 一直到2016年的时候 这种生物再次出现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它们 但是科学家们却很难定义 它到底是植物 动物 还是微生物 因为虽然它的外表看起来和植物相似 但是它的运动方式 却又与动物大惊相同 这给科学家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科学家们想要研究 它到底有着什么样惊人的功能 于是将它放在一个容器中 将它的身体一分为二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在很短的时间内 它被分成两半的身体 竟然可以互相找到另一半 并且再次结合在一起 科学家们对此很是惊讶 于是他们将这个生物的身体切成片状 并且散布在容器的各个角落 正如科学家们所想的那样 这些被切成片状的身体部位 在一段时间内依旧重新愈合 重新愈合后的个体与原本并无差异 这是它的一个独特本领 在这种生物的身上 科学家们并没有发现眼睛的存在 而且在科学家们对它的身体进行解剖之后 也并没有发现胃的存在 那么这种生物到底如何进食呢 没有眼睛 它又是如何找到食物的呢 科学家们为此做出了一组实验 他们将食物散布在笼子的各个角落之中 通过对实验的不断跟进 科学家们发现 这种生物可以根据自己已经经过的地方 来判断食物的具体位置 虽然过程是漫长的 但最终可以找到食物 这一发现更是体现了 它们超强的感知能力 它的外形 酷似植物 它的行为又与动物相同 并且它的饮食方式 跟微生物也是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科学家们的调查研究发现 这种生物主要是以腹木为食 具体的来说 主要是以生物之中的微生物为食 这一项调查结果的公布 更是模糊了它的类别 科学家研究后经过计算 发现它们至少有720种性别 年军交配型的多样化 能够产生大量适应性的组合 以至于它们的身影分布在全球各地 自然界中的生物除了多种性别外 最有趣的其实还是雌雄同体 在现在的科幻电影中 有一些外形生物雌雄同体的设定 它们不需要和同类交配 就能繁衍出后代 既是自己孩子的爸爸 也是自己孩子的妈妈 在现实生活中 雌雄同体也是真实存在的 一些动物身体的一侧 呈现出雄性特征 而另一侧的特征则是雌性 有两套生殖系统是共同存在的 就像海螺这类动物 既可以自己产出卵子 也可以朝同类产下的卵子释放精子 但是很少出现自己受精自己的 卵子的情况 还有一些不需要借助一体受精 就可以自己繁育后代的动物 如科莫多巨蜥中 就有一些是雌雄同体 自己的雄性生殖系统 可以给自己的雌性生殖系统受精 然后产出自己的下一代 而这些雌雄同体产下的后代 也可以生长成一个完全的个体 其实在鸟类中 雌雄同体的现象也比较常见 在本世纪18年 一位生物学家 发现了一只与众不同的北美红雀 一般雄性北美红雀的颜色鲜红亮丽 雌性北美红雀的颜色要稍安一些 是棕褐色 而这位生物学家发现了 北美红雀身体颜色却是分开的 一侧是亮丽的红色 另一侧却是棕褐色 很明显这是一只雌雄同体的鸟 聘鸡司成这个词想必大家都听说过 意思是明明是一只母鸡 却像公鸡一样打鸣 确实有着这样的现象 明明看起来像是一只母鸡 却同时生长着雄性的生殖系统 既可以打鸣又可以和母鸡配对 也有可能 是灰为一侧母鸡的外观 一侧为公鸡的外观 这就叫做雌雄嵌体 雌鸡一般都有两套生殖体线 一般情况下只会生长雌性性线 而当雌性系统出现了问题 那处于原始状态下的雄性性线 就开始了生长发育 母鸡也就变成了公鸡 而公鸡一般是只有一套雄性生殖系 因此不能变成母鸡 其实不仅动物身上会出现 生物雌雄同体的现象 人类中也存在着雌雄同体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雙性人 那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在我们人类中 也存在着一些人类是雌雄同体的 有的虽然体内是雄性生殖系统 但外观却是雌性状态 相反 有的虽然外观是雌性 体内却是两个生殖系统共同存在的 人类在母亲怀孕的 最初几周基本上都是属于雌性的 而如果基因中存在S2Y基因的话 后期会发育成男性 而若是没有S2Y基因的话 后期则会发育成女性 但是在发育过程中 有一些胚胎的性线受到外界不同程度的影响 会发生一些特殊的变化 这就导致了雌雄同体的出现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性人 这些双性人其实也有着不同的分类 通过各种因素 主要分为三类人 一类是人为制造的双性人 最明显的典型就是我们常见的太国人妖 这些人妖其实是在少年时期 就被人为的注入了大量的雌性激素 雌性激素过高 就会出现一些女性的第二特征 比如声音变为女生 胸部也会发育等 但是因为身体内部还是雄性性线 所以并不具备生育能力 因此并不算是真正的双性人 第二类是天生假性双性人 虽然同时间被两套生殖器官 却只有一套具有实际功能或生育能力 另一套就是个摆设并没有实际功能 最后一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双性人 这类人不仅同时拥有两套生殖系统 并且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 因此也算是真正的双性人 有些人视双性人为怪物 导致双性人的性格大多是有些自卑的 其实我们应该试着包容这些双性人 毕竟这种不同于常人的生理现象 并非是他们自身所选择的 除此之外他们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好了本期的高能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